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他宣布了开放港澳自由行 可是记者说他显然非常声色 因为他一直不断地看稿还揭巴 我们来看看 上次港澳人士暂缓来台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你第一个问题是说停止港澳人士来台 自由行的时间点 应该是2020年 2月6号 2011 2011 2月6号 不是不是不是 109年2月6号 109年2月6号 好 看起来梁绍在这个两岸的议题上面 可能还要再多多的用功 因为这是你的业务范围 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他可以入阁 因为蔡总统看中了梁文杰的论述能力 培养下一个阶段的两岸人才 于是有人就在问了 他的反重的立场这么的强烈 两岸真的有可能会融兵吗 潘默安预言未来的两岸关系将会趋缓 民进党意味着会降缓两岸的紧张吗 我们来看看现在的一个新的讯息 是对岸在议后第一次有官员来台湾访问 来的是上海市台办的副主任 他们是来参访台北灯节 台北灯会也就是台湾灯会 有台北市政府邀约的 在两岸双城论坛的架构之下 可是秦桧曝光了一件事 他说这几个人 一行人六个人来台湾三天 本来是希望可以请他们吃吃宵夜 没想到连请宵夜都不行 看起来有点不近人情 观众朋友您看一下 如果您有到台北市去看花灯 有看今年的台湾灯会的话 应该会看到这一尊农好上海 这其实就是上海团 或者是上海的一个代表的花灯 那个是本来在去年前年 就是每一年都有这样子的 邀约的行程 邀约的一个花灯 那这一次陆委会批准的是 上海市台办副主任叫李肖东 那他们来就是要参访 这个农好上海的花灯 那当然你知道 他们也要有做一些 譬如说旅游行销啦 希望台湾人去那边参观 或者是观光的行程 秦桧说啊 那这样子很瞎啊 如果只能待在饭店 除了参访的行程之外 我们要请他吃个宵夜都不行 这是不是在坐牢啊 那我们就把这个 法务部矫正署 监狱受刑人外出申请表 给翻出来看一看 好像真的是 坐牢外 这个受刑人外出申请表 好像看起来也没有这么的严格 那当然你还是要有一些报准 那陆委会有回应 他说因为你台北市政府 没有提行程啊 你要先讲好啊 陆委会的回应是这样啊 他说开放 这个中国的专业人士来台湾 现在都还没有开放 所以这是专案的申请 那专案的申请呢 就会比较严格 没有限制你的居住 或者是这个拖延 都没有 只是所有的责任 应该又是你台北市府来规划的 你申请的时候 你也没有提出吃宵夜啊 现在在怪我们说 不让你吃宵夜啊 所以两边各说各话 不过网友有一些评论啊 网友说人家啊 对岸的朋友就是来看花灯的 当然是晚上出门啊 出完门 看完花灯 巴豆腰啊 肚子饿啊 当然要吃宵夜 所以吃宵夜没有写出来 那也是理所 当然啊 上厕所要不要写啊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可以看看呢 这个就是变成两岸的一些 口水战 民间呢 恶意螺旋 就是这样散播出去的 尤其我们看到绿营有很多所谓的打中 或是抗中的急先锋 他们可能要这个对于中国不友善这件事情 可以凸显他们的这个在港内的地位 或者是争取版面 所以你看到包括上海农好花灯这一区 其实过去的新闻就 过去几天有蛮多新闻的 包括简淑培 他就说这个蒋万安啊 你这个上海花灯这件事情 你应该要跟上海台办标搭 我们台湾人民厌恶你们中共的恶霸行径 所以吃宵夜不重要 你要去抗议 那林年凤 新科的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 他说农海上海花灯 旁边还有三名园警在那边站着 而且还有搜证器 摄影机 这个是什么意思 中国花灯有这么危险又娇贵吗 那另外呢 激进党的吴欣戴 他说他自己有一个个人的经验 就是他一出捷运站 就看到公读生拿着放着统战的大礼包 袋子里有熊猫 带你有武汉的文宣 他认为不得了了 了不得了 台湾出现统战的这个文宣 跟统战的工具 就好好查一下 所以这个到底要交流与否 要不要往健康的方向 还是要往恶意解读的方向 其实就是在一念之间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 为台湾好的范例 请看他 这是我们的标题 讲的是什么 台积电到美国投资这件事情 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问了台积电 要不要把人才设备这些东西 移到美国去 有一些讨论 那现在Nancy Pelosi 他讲出来的当年 也没有当年 其实才仅仅是去年8月 他来台湾访问的时候 张忠谋有跟他有一段对话 张忠谋说 你砸钱做晶片 讲的都是你美国人 砸钱做晶片 其实太天真了 你应该要投资台湾的安全 才是上策 这是张忠谋 当年 去年半年多前 跟美国人 跟Nancy Pelosi 讲的话 那我们看到今天 美国的政客 杂志也在讲 说台湾的科技巨头 讲的就是张忠谋 跟Nancy Pelosi 南希裴洛西 讲说 美国 他有一点点 太过 这个 太过 有惹麻烦上升的意思 大概惹麻烦上升的意思 in over its hate 好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一场 所谓的过去半年前的 一场的对话 那到底 这个美国晶片的政策 是不是适当呢 是不是应该是 把台湾保护起来才对 而不是把晶片 移到美国 去投资才对呢 那美国官员 今天其实也有一点点回应 他说 大家拭目以待 不要唱衰 我们美国 我们不可能 很天真的 他说 就张忠谋的批评 他去询问了 多名拜登的政府官员 得到的回答 充满信心 要大家拭目以待 这是美国媒体 去做的采访 美国政府 他们其实很有信心 这个晶片在美国 一定可以发展得起来 另外 我们来看看 美国副国务卿 雪曼 他说了这一句话 他说 各国应该要 劝劝习近平 不要来侵犯台湾 这不是一个好的主意 台海有事 全球遭殃 雪曼说 他呼吁各国 劝阻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 告诉他 犯台不是好主意 我们先来请教亮哥 亮哥你怎么看 怎么看该组之后的陆委会 到底两岸 是未往好的方向走 还是绿营 其实不希望两岸融兵呢 我觉得今年元旦 小英写的脸书 包括春节跟台商酒会 他讲的话 都是要开启两岸的沟通大门 可是这个 我觉得本来本意 是从那个方向 因为布林肯本来 也要去北京 可是被2月3号 这个间谍气球事件 我认为有点被激化了 因为美国参众两院 有很多议员都非常愤怒 那第一个当然就波及夏立衍 因为本来是说 布林肯去北京 然后接下来夏立衍要去大陆 那本来是 就是小阳春 大两岸 就是美中 来跟小两岸做互动这样 那结果发生间谍气球 事实上美国有很多参众两院 这个我是听黄介正讲 黄介正刚去美国 就有很多人就直接跟着 你叫他不要去 那夏立衍怎么走 有办法不去 你说都已经约好了 所以就去了 那我认为当然 这些参众两院的声音 一定也给了民进党 我认为民进党 有点在紧急刹车 就是他又预期到 今年的氛围要走差 美中对抗可能要升级 比如说今天黄介正就说 说麦卡锡今年一定会来台湾 他刚刚放了消息 所以你去看我们陆委会 我们陆委会从一开始 比如说夏立衍要去 那见宋涛跟王沪宁 你去看民进党中央的文圈 是怎么定调的 说他去朝贡 说他去投降 说他搞自我矮化 那调子都跟以前一样 那赖清德不是说要和平保台吗 调子又回来了 那接下来你就看到西云大师的调宴会 然后那个宗教局 那个叶小文那个有争议 那个我没有意见 国台办的副主任农明彪 还有地方台办 还有地方宗教的 所有的人都 38个人没有拿到签证 那这个就引起了 国台办有发一个声明 他感到非常生气 那接下来就看到梁文杰这个发言 上海台办来参加元宵节 然后说不能去吃宵夜 我真的 我从来没有看过 有一个国家 对另外一个国家那个官员来访 说你申报的活动没有宵夜 你没有写吃宵夜 那所以你不能去吃宵夜 我还第一次听到 那就是反正你没有写的 就是通通都不能去 所以你就是 没有人会去写宵夜吧 那你就只能够待在旅馆 那这样跟我们所谓的限制住居 有什么差别呢 所以我的意思说 这个紧缩措施 我的观察就是 2月3号 间谍气球事件之后联动出来的 联动出来我觉得美国 确实众议院就是 对台湾就是有很多积极的布局 比如说你就看到 那个众议院对中小组 他就要来台湾办听证 我看台湾也很难拒绝 然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也说要来 对不对 那萧美琴回来了 人家问他说 请问总统是不是要访美 他也不好否认 因为真的有在争取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麦卡锡要来台湾 所以我跟你讲 所以为什么美国那个 要出来讲 所以你不要因为 美国的众议院去台湾 你就搞军事动作 我觉得他自己也预期到 恐怕要风火连天了 所以他先讲了这个话 当然 所以你这个预期就是说 民进党已经在转弯了 他大概已经要进入 抗中宝台2.0了 就是说这个大选 就是中美冲突的因素 要拉进来评估了 所以他整个 我觉得是往后退了 就是更严厉 看起来是更严厉 来 裕方委员 这个现在陆委会是把这个设行 责任推到主办单位 说你没有排校业的行程 我跟你讲 他如果排校业的行程 陆委会不见得会准 因为那个行程 是要经过陆委会核定的 所以陆委会当然就是希望把你 这个流动 走动的地方越少越好 他会有限制你 不说你想去哪里就可以去了 所以陆委会不要把自己讲的 好像把责任推给主办单位 是台北市政府 好像自己好像很文雅 很罗络的样子 没有这回事 不过我讲一下 那个气球事件 其实对中美关系的冲击 应该是已经开始在淡化 你看今天的美国主要的媒体 从昨天晚上看到今天 最多是什么 是Nickey Haley要选 要参加共和党的初选 一大地都是他 你看国会山庄包也是这样 上面一大地都是他的消息 所以慢慢这个事情会淡下去 最重要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拜登政府一开始就不想 让这件事情去干扰中美关系 所以他一开始才会讲说 这个事件拜登本能讲 不会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发展 接着你看他们里面讲的话 包括他们北美太空防卫司令 就是他们的北部战区的司令 他讲的话就说 也有可能是ETR 也可能是外星人的这个东西 你就说就有点要认识 但是就有点要转移了 后来他们就直接干脆讲了 前面那个是中国大陆没有错 而且可能是来收集情报 可是后面三个体积非常小 而且有的是八角星 那个看起来是友善的 没有问题的 他在开脱 就是他在做损害的控管 那参议员 中央员 特别共和党表演完了 到现在你还能够再讲一些什么 因为最重要的一件事 美国知不知道中国大陆 手上有什么资料 美国也不太清楚 你知道看最近的亚洲周刊 他讲的话 大概2002到2016年 差不多14年15年的时间里面 美国对俄罗斯放了多少气球 情报收集的气球196本 是 俄国对美国进行了多少次 进行了71次 你觉得美国会不会对中国大陆 有没有做这样的高空气球 情报的收集 中国大陆讲飘过我的西藏 飘过我的新疆 中国大陆这样讲 所以你怎么知道中国大陆 没有一些资料在手上 所以美国也希望这个事 就过去也就不谈 至于说马卡菲要来台湾 我这事情一开始 我就讲他一定非来不可 一定会来 一定来的 好 我们请严教授来 帮我们解读一下 现在陆委会的方向 是不是会越来越严厉 在两岸的关系上面 越来越紧缩 我觉得梁文杰 你要听一听蔡总统 强调的台湾有民主任性 意思是我们不怕 这些别的人来看我们才对 我们是民主国家最开放的 怎么会那么担心这些 而且这个还是地方政府 然后你这些 包括议员也好 或者一些民进清律的 提出来的 我觉得简素贝 你到底是不是想要选 大安区的立委 大安文山的立委 你这样会有票吗 他们讲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第一个 在大安文山可能就没有票 第二个 就是你怎么对台湾 自己这么没有信心 然后你会去 而且你这么不懂得 就是人家来的是地方 你把自己当做地方政府 你跟他们的地方政府去 讲说要他们负责 这个大陆中央政府的政策 我觉得这也不对 就是不想他们脑筋 有没有问题 知识可能不太够 我觉得你 这个真的是 这个职务没有这么高 你去跟他谈这么大的事情干嘛 如果说今天是国台办来的 又不一样 这不是嘛 这是上海的 虽然上海是确实 他是上海市台办的副主任 其实一个台办等级 我们在大乌跑新闻 我们知道他等级是很低的 对对吧 所以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不晓得他们在那边 讲些什么东西 而且今天按照道理 我们过去 我们在我工作的地方 也是接待很多大陆的学者来台湾 到处带他们看 什么都可以看 晚上吃宵夜也要吃 我觉得没有这么严重 你台湾应该是有任性公开开放的社会 不怕人家看才对嘛 你只要不去参观那个机密的地方 我觉得都可以嘛 整个社会应该都可以 所以这个是我搞不清楚 那梁文杰 当然现在做了陆会主委 副主委可能有些态度要做一些改变 可是如果你原来的立场 是那个非常强烈反中的 那我觉得很难做 就是怎么做都不自然 怎么做都不是你心里的话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还是要找一个 没有这个既定立场 比较中性的来做 那可能在执行一些政策转环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 而不会让大家觉得说 你不是在市议员的时候 反对这个上海论坛吗 怎么你们这次陆委会 你又同意了 前后矛盾了 所以蔡英文应该去考虑这些 其实有很多的清律的学者也好 是没有这么政治上争议的 他应该找这些